據日本朝日新聞在2014年5月5日報導 日本多個地區在5月4日 相繼觀測到程水瓶藏的一字直線彩虹 其二景象令人嘆為觀止 日本千葉縣旋橋市、旗玉縣村口市、 大阪府、鳥取縣、京都市等地居民 均在5月4日不同時間觀測到這個奇境 據悉,這個現象被稱為環地平湖 日本紅谷地方氣象台解釋 環地平湖由處於高層大氣的冰晶 折射陽光而成 這個現象較容易發生在舞雲的晴天 通常出現在與太陽相同的方位 5月4日上午 日本鳥取縣出現的環地平湖景觀 5月4日下午 出現在日本大阪市的環地平湖景觀 5月4日出現在日本大阪府的環地平湖景觀 5月4日中午 出現在日本千葉縣旋橋市的環地平湖景觀 5月4日中午 出現在日本京都市的環地平湖景觀 日華牧師就此分析這個現象 如果按照日本紅谷地方氣象台所解釋 只是類似環日的環地平湖 是因處於高層大氣的冰晶 折射陽光而成的話 這樣這種一致直線彩虹 就應該會經常甚或每日出現 甚至在世界不同的地區也會出現 而不是如現時的情況 只出現在發生大地震前附近的地區 並在之前的數日內出現 因為這種一致直線彩虹 其實是大地震發生前的先兆 因為附近地區的地下板塊出現龐大的擠壓 令大量因板塊摩擦 而產生的比正常高出數百萬倍的負離子 被射到半空之中 因而形成特別的一致直線彩虹 通常在24至48小時內便會發生大地震 而時間相隔越久 地震就越強 就在事件發生後一日 日本東京灣地區 在當地時間2014年5月5日 早上5時18分 發生了一次中等程度的地震 日本當局陸德強度為黎克特際6.2級 美國地質陷探局則陸到5.8級 有身在東京的記者稱 感受到大廈搖房 日本東京地震陸像 其實 早在2008年5月12日 發生的中國四川民村8級大地震 在地震發生前半小時 有人在四川以北的陝西省天水市 拍到這種不正常的一致直線彩虹 不少人都認同那個是地震雲 但在大地震發生前的先兆 另外 在2013年4月20日 發生的四川雅安7級地震 在發生該地震前 有研究地震雲 當年的網民林兒老徐 在地震發生前兩天的旁晚 拍了一組照片 並放上微博稱那個是強震雲 更預測將在24至36小時內 最長不超過72小時 會發生6至7級地震 從他當日傍晚約6時上傳照片計算 兩天後的早上8時2分便發生地震 大約相差37至38小時 這名林兒老徐在個人網誌表示 他以研究地震達8年 曾預測2008年四川文村 和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 不過前兩次都稍有偏差 這次算是最接近的 雖然日本東京曾在附近地區 出現地震雲後的一天 發生了一次6.2級的中型地震 但可能這次地震只是更大 甚至是9級以上的大地震的先兆 因為如果對比四川 在2008年5月12日的8級大地震前 所出現的地震雲 這個一致直線彩虹更為明顯 並在數個不同的地方出現 而出現地震雲的地區 就是在日本最大火山的富士山附近 究竟這次地震雲 會否是富士山爆發的先兆呢? 2014年4月1日 日本政府宣布 福島核電廠方圓20公里內的核災禁區 田村市 有117個住戶的357人 從今天起可以回家了 原因 日本當局說 當地的輻射量已經降到不至於危害健康的程度 但是 實情又是否是日本政府所說 就算是核電廠方圓20公里內 已經五危害人類健康呢? 就在日本政府作出宣布前幾天 2014年3月底 加拿大阿伯達一名高中學生 進行一個科學雜作的時候 用一個數百元的輻射儀器到市面上的雜貨店 測試不同類型的海鮮 結果發現 很多海鮮的輻射量都超出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的標準 但是 加拿大政府部門卻表示 由於日本已有效控制核輻射 因此 沒有以設立定時檢驗機制 並且 2014年4月21日 福島縣商業庭的前市長 Katutaka Itogawa 接受RT電視台的訪問 Katutaka Itogawa 1946年5月16日出生 已婚 育有兩子三女 她在2011年311事件發生的時候 是福島縣商業庭市長 而福島縣商業庭位於福島縣 面積為51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約7500人的小鎮 但商業庭也是福島第一核電廠 第5、6號機組的所在地 在311發生的時候 Katutaka Itogawa市長 是福島縣唯一一個市長 在當時果斷地下令全市撤離 以減低死亡人數 其後 她不斷向外對日本政府及東電作出批評 最後在2013年1月辭職 因此 和日本政府官方所說的不同 Katutaka Itogawa譴責日本政府 一直隱瞞核輻射的實況 你的城市長 移動了一個新居所 在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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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地位在1950年 都瑞瀾馬上 deceased消費 上當時火山洋 4倍曰 幾倍多 太早了 人們回到Fukushima Prefecture 這裡有一個零碎的零碎 這裡有一個零碎的零碎 這個零碎是一個零碎的零碎 這個零碎是50-100km 甚至200km 在100mc Fukushima Prefecture 是在最中的零碎 零碎 這位零碎是一場零碎的零碎 這位零碎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無論如何政府說 人們的零碎是一個零碎的零碎 是一個零碎的零碎 這是可惡的 但是,不然 但是,零碎的零碎 開始了解了一些零碎 在Fukushima區 但是,你說 政府是使用這個零碎 零碎的零碎 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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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kushima Prefecture 正在開啟的零碎 是一個零碎 但是,從來 零碎是一場零碎 這是一個零碎 這是一場零碎 Fukushima Prefecture 的零碎 遍遍被燃子 在零碎 零碎 它是有色彩的零碎 還有一場零碎 空間 空間降減了 空間降減了 水分降降減了 and there are still about 2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the prefecture who have all sorts of medical issues the authorities claimed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adiation fallout from Fukushima but I demanded that the authorities substantiate their claim in writing yet they ignored my request there are some terrible things going on in Fukushima I remember being touched to the core by the plight of the victims of Chernobyl I could barely hold back tears whenever I heard any reports about that terrible tragedy And now when a similar tragedy happened in Fukushima There's no one to help us We must not forget the lessons of Chernobyl We must protect our children I talked to local authorities in different places in Fukushima But no one would listen to me They believe what the government says While in reality radiation is still there And it is kill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dying of heart conditions Asthma, leukemia, thyroid complications Lots of kids are extremely exhausted after school Others are simply unable to attend PE classes But the authorities are still hiding the truth from us And I don't know why Don't they have children of their own? It hurts so much to know that they can't protect our children But I understand many children who have been evacuated are now living in the Fukushima district again New schools have opened for these children And you're saying that they're facing radiation there Is anything being done to help the children affected by the nuclear fallout? Officially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efecture authorities say there is no radiation They're not doing anything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ey say Fukushima prefecture is safe And that's why nobody is working to evacuate children Move them elsewhere We're not even allowed to discuss this But talking about Fukushima The United Nations report on the radiation fallout from Fukushima says No radiation related deaths or acute diseases have been observed among the wor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exposed So it's not that dangerous after all?Or is there not enough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make proper assessments?What do you think? This report is completely false The report was made by a representative of Japan, Professor Hayano Representing Japan, he lied to the whole world from the UN podium When I was mayor, I knew many people who died from heart attacks And then there were also many people in Fukushima who died suddenly Even young people It's a real shame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hiding the truth from the whole world We need to admit that many people are actually dying We're not allowed to say that But even TEPCO employees, they're also dying But everyone's keeping mum about it 正如Katutaka Itogawa市長所言 孩子們容易疲倦 幻想白血病 甲狀腺病發症 心臟病 哮喘等等 這些正是切以諾貝爾核涉事件發生之後 當地居民和孩童所出現的核輻射後遺症 由於孩子們正正在身體成長 發育的階段 成長中的細胞 更容易被輻射所影響 因此 孩子們受輻射的影響 遠高於成人10-20倍 而日本的小童幻想心臟病 正應驗約3年前 2011年10月23日所播出的 《2012榮耀盼望》第90篇訊息 可能專家Chris Busby 的預測 就是 除了白血病和癌症之外 由於兒童心臟在發育當中 是輻射會干擾 甚至破壞心臟細胞 由於心臟細胞不能夠增加 因此 兒童接觸輻射後 會幻想各類型心臟病 我想說 是 使用的模特兒 來測試遺症的影響 都會關注於癌症和癌症 所以 現時的危險模特兒 會指出 幾多癌症後 在Fukushima 幾多癌症後 在Chernobyl 之類的 我們從Chernobyl 知道 燃症後 comes來自fahren 顏色 programming 測試遺症 他寫了,孩子们 who被重Cubil Account diminished 众认中 只有20-30万人每笠个公公公 就算不了很多 until C0137 他们在状负患筹病毒 他们的尖叫手朗迫不过 他们在状负患得不倒震 他死定了 不是很严重为例如节目主持人 所以他们没有流争的殡量和患者 这些孩子也会生争 但是他们也不认为非常高的额量 但事實上除了福島縣外 在311後在輻射物質早已隨著風 吹到500公里範圍外的東京 就算是三年後的今日 亦有研究指出 遠至距離福島縣460公里的名古屋 仍然發現屬於福島核電廠路深的輻射層 因此這幾年間福島核洩問題 根本從來沒有解決過 並且現時大部分的日本土地 亦已沾染著核燃料的輻射層 當Katutaka Itogawa市長 不斷向外揭露日本政府及東電 千方百計隱瞞災情 自國民性命不顧的同時 大家有沒有想過 既然日本政府是自己國民亦如草界的時候 這樣他們又會否對全世界誠實報道災情呢 在東電不時宣稱輻射水 因著各種奇怪理由或意外 而洩漏到太平洋的同時 究竟真實情況又是否 不像他們所說 只是一時的意外 無盡星際 細數聖經啟示錄的點滴 揭開人類時代千古迷團的面紗 閃耀創造主的威榮 宇宙間互繫不適 飄越光年 一有越時間表 記載神殖啟示錄給人的警告 三千多年前 摩西十災 更遠古的羅亞大洪水 自因為一火神秘的星體 Planet X 的循環接近 心言八章提讀 智慧喜不呼叫 聰明喜不發聲 天地間 有誰願意聽神的聲音 神的警告呢 如你星世間上輝映 榮美閃爍出神心境 上聖眾聖 瑟雪主的神聖 連著世中問過多少究竟 生命如是握影走人再繁星 誰聽 時外創造神大名之聲 願我神鑑傾聽 總地去遇見 Planet X 被不同古文明所記載 他卻被現代人類刻意隱藏 今日 他的再次接近 使地球爆發各種如摩西 羅亞時代的毀滅性作樣 成為人類的末後警告 聖經提及 羅亞的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天就羅兒 好將書卷被捲起來 三嶺海島都被羅兒離開本位 lijillion 須我神鑑傾聽 重地去天烈冷風景 重山海變遮 夫與 알 全學心尋尋 suck 老殘第流要尊先方vari primeiro 永定已跟着你踪影 为你倾心倾我命 心的词 然有我方应 在这个逼近末后灾难 审判之时 《星祭启示录》 将会逝去世界的种种歪谋 展现人类真正的答案 第十九点 地面的改动将会引发很多的海浪 甚至地表将会引发火山爆发 令到地壳变动 第二十点 将会有半年的时间出现喷射气流 海流使到全球出现新的冰河时期等等的字眼出现 第二十一点 新闻将出现副抗大的字眼 就是地土里埋藏了很多的抗物 因为地表 地壳的变动使得这些副抗大 或者这些拥有稀土 金 银 硅金属的地带 被推上地土的表面 以及一些古老的山 因为裂开而被推了出来 从而发现了贵金属的矿物 但是问题 海底也同样拥有副抗大 但是海底的副抗大被推上地表 将会污染该区的海洋生态 事实上 这个变动将会引致海底抽搐的现象 会重塑整个海底的轮廓和地貌 影响航行的标记 所以 这也是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出现之前的线绍标记 Marker 第22点 旅游业将会遭受打击 而这个打击是来自辐射污染 但是传媒不会指出是辐射污染 却是归咎于其他原因 同样 游轮也会因为辐射海浪所产生的污染 以导致集体中毒 但是人们只会说是食物受污染 或者乘客受細菌感染 此外 火山爆发 暴动 也同样影响着旅游业 第23点 一些奇怪的乞客 会出来参政 第24点 今年 美国医疗系统失败 崩溃 年时奥巴马的医疗改革 令到数百万退休的老人或病人 失去他们的保险 因而导致医疗数码化 就是将会出现一些器械 人可以将自己和电脑接驳 将信号送至其他地方的医生 让他们诊断和发信号进行医疗 因为身体的所需 是可以用不同的波频来辅助和补充 这种Bioscan的医疗系统非常便宜 因此 数码化将取代旧有的医疗系统 第25点 大量监控币炉电视公司的旧相片曝光 由于涉及私隐 以令到全世界震惊和产生很大的回响 第26点 银行家继续消失 另外 一些勇敢的记者 新闻报导员和编辑 亦会消失 被监禁或死亡 第27点 全球出现反抗Fremation的现象 人群要求撤查人口出生率减少的原因 包括 无标签基因改造食物的原因 福岛事件 喷洒 人造人 基因变移 以及人类2.0等等的问题 第28点 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改变 这是由于Planet X来临的关系 以经历生物绝肿冲击波的生物 情况将会更为严峻 俄罗斯 中国 印度的大学 将会对此作出研究 第29点 美国的医疗危机 将会令到俄罗斯出现高效率 低耗能的煮食或医疗用品 让人不需要再光顾世意 第30点 美国因为经济 而出现医疗和健康危机问题 令到药厂和医务系统倒闭 让全球吹向医疗数码化 医疗数码化能够以一块晶片 去检查身体的波频 因此人们会更健康 不会生病 这个将会演化成666系统 第31点 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 将会使到一些秘密设施和秘密监狱曝光 第32点 平民百姓 记者也会使用一些遥控飞机拍摄暴动的情况 并且敌党Fremation的平民百姓 将会以遥控飞机拍摄他们开会 这些影片将会证明 由于权力转移的正式开始 第33点 一位地球哲学家将会创造一种数码新语言 让人类与网络沟通 这个必定会发生 因为当人类将来能够用脑部控制页头上的晶片 人就可以在不说话的情况下 用思想与电脑进行沟通 因此 这个将会是数码化和666的线区 第34点 数码新语言 就是人类经验的语言 将会使人类整传接触的经历出现 因为思想的速度比说话更快 起初 人类接触网络未能无限化 这个是由于在数码化的过程里面 首先人要学习中文输入法 但是当思想经过锻炼之后 就可以很快速 例如 曾经有一个患自闭症的年轻人 他可以坐直升机围绕城市一圈之后 绘画出整个城市的每一栋建筑物 因此 当一种数码语言出现在人类社会之后 人类的脑袋能够以数码沟通 可以用思想绘画 用思想连印相片和影像 到时候 人类借着数码化 可以无限化 亦因此 装上晶片之后 人类将会变成超人类 总结感染部分 一华牧师分享到 当时代慢慢改变 人类将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就是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作出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们以为科技研发快 甚至可以使用晶片的时候 会误以为人类非常能干 所以认定世上无神 但是其实他们是非常愚蠢的 就如苹果手机的用家 不会夸口自己可以用尽电话里面的所有功能 同样 人类也不能夸口自己可以用尽身体的所有技能 原因 人类就是用家 正如苹果手机的用家不能改善iPhone 但是唯有iPhone的设计家才懂得如何改善iPhone 推出新的机款 以及是改善电话的作业系统 同样 神才是人类的设计者 但是 进化论或者是敌基督 却是告诉人类 由于使用得多 动物与人类作为用家 亦都可以自己进化和改善 他们连用家和设计家也不懂得区分 就正如苹果的用家不能改善苹果手机 但是唯有对苹果手机有全面的理解 包括原料 制造 甚至都软件程式方面的设计家 才可以改善他 但是现时的人类 亦都不能完全认识自己的设计和构造 既然外星人都会死亡 这个证明 Ravaim 亦都只是身体的用家 而不是设计家 他们不能改变身体的设计 变成不死 因此 唯有神 是万有的创造者和设计者 神甚至用圣经文码 摆布曲 隐藏在圣经里面 有人尝试用傲慢与偏见 或者是其他的典籍 想找出类似圣经文码的文码 但是即使有这些文码存在 其实圣经的难度 亦都教其他书籍难很多倍 因为傲慢与偏见等书籍的人物 地点和剧情 全部都是虚构的 可以遷就到仿次藏有圣经文码 但是圣经每一个人物 地点、事件皆为真实 并且经历二千多年 由众多的作者写成 因此圣经文码的出现 证明全人类的历史 都是在神的像本之中 亦因此 当圣经以天上的星对应地上 这个就更加证明了 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他才是设计者 而不是用家 今个星期 一华牧师分享 2012纯色字 时间接叠 号外篇 第35点 他说 除了这种语言 这种科技 导致社会革命之外 2014年同样充满了 社会崩溃 商业崩溃 社会秩序崩溃 的字眼 周围出现 这个webop 里面 第36点 再有这些字眼 这一部分就说到 游牧民族的收败佬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底特律 或者很多 这些城市 已经有这些现象 就是极之大量的屋 已经荒废 公共设施荒废 极之多的这些大型商场荒废 2014年1月份 webop 第36点 预测经济崩溃 导致人民无家可归 要在一些废弃的大厦 商场内居住 并拆掉里面 所有值钱的物件变卖 这个就是之前webop 提及 会出现两批油木民族 一批是拆掉值钱物件变卖 另一批是在建筑物内耕种及束木 而现时 底特律正经历经济崩溃的情况 眾多美国城市 将会步入底特律的后层 原因 底特律原为物资根州最大的城市 位处五湖区的水路枢楼为治 随着航运、造船 以及製造工业的兴起 底特律自1830年代起稳步发展 其后福特汽车厂的进驻 使底特律成为有名的汽车生产之道 加上通用汽车 及街市那全美三大车厂 都以底特律为总部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百发 底特律更成为 軍需品生产城市 被称为民主的兵工厂 Arsenal of Democracy 但其后随着汽车工业被日本打击而没落 底特律的人口 由1950年代的180万人 降至2010年的70万人 60年间 超过一半的市民离开了 大量人迁离的后果 就是很多建筑物的荒废 包括住宅、商场、学校 此外 由于选择迁移的 都是有能力的一批 因此 留下来的 就是低收入的一群 由于他们缴税少 政府财政更为紧缺 就连警察、消防、街灯等 基本社会设施液削減 造成更多人离开 使底特律始终深范围外的地区 也变成鬼域 更深的 其后通用汽车 街市那 亦相计申请破产保护 最终 底特律市政府 因债台高速 于2013年宣布破产 为全美宣布破产的最大城市 在全球一体化之下 失去的职位再不会回来 因此 留下的底特律市民 唯有将空置单位的有用物品变卖为生 判断是很高的 中文字幕称 中文字幕称 here in detroit half of the citizens are functionally illiterate and some city officials say the true rate of joblessness is over fifty percent the city has so far avoided bankruptcy though its long-term deb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zimbabwe or el salvador it's a vicious circle the lack of jobs means loss of tax revenue that has led to deep cuts in city services including fire and police sergeant john bennett has been a detroit city cop for sixteen years we've lost on the police department a thousand officers that haven't been replaced in the last five to six years those who remain say they can't protect the city which now has the highest rate of violent crime in america how do you keep a city safe that has no tax base and and the population is running out the back door the front door and the side door what do you do how do you stem that tie what do you do to stop the bleeding i'm standing only about a hundred yards inside the detroit city limits and right here i can see over a dozen homes that are either abandoned or burned out they say here in detroit there are over 45,000 homes like that but the root cause may have less to do with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more to do with government corruption 自破產後市政府亦嘗試以賤家賣出空置的房屋希望能夠增加人口及幫保稅 因此引起國內人民組團買房但唔好說一千元美金其實就算一元美金都不值得買 you can buy those for one dollar is there someone in there they just break in and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that they can get plumbing hot water tank furnace these are the ones you would go directly to the city or find the owner and give them a buck take over the headache that they once had so so the one dollar home thing it's not impossible and it's not unheard of but it's a lot more complex than just dollar homes that's on the market the homes that you see online that are in the one dollar to five dollar to a hundred dollar range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ose because they may be in often they're in a neighborhood that's been pretty blighted they look from the outside look okay but the inside they've been gutted this home here they stripped the aluminum siding off of it for scrap metal the cities are selling those homes for a dollar so they can generate tax revenue for that property so the incentive for the homeowner is to buy it for really low cost the city benefit is to put it back on the tax roll and to generate tax money from it and the tax base there typically is a little higher too so you might be buying a home for five thousand dollars but it's still being assessed at a sixty thousand dollar home so you're so your taxes are pretty high and carrying that house so what would the uh year-to-year tax be on that uh might be two or three thousand dollars per year yeah this is actually the property that we're coming to see which the one that says stay out you will be shot this a property on the market for eight hundred dollars properties like this people will move into them and secure it actually have the home become theirs through legal matters and whatever the ones that has no windows obviously you can look right through it until that nobody's in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in or not but you can come in at your own risk 底特律的現況正是將來傳美不同城市的寫照 原因美國職位從美國本土不斷流失各個城市正步向底特律的後塵 雖然從美國官方2014年5月所公佈的數字顯示 美國最新失業人數為980萬人即失業率為6.3% 甚至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新低可視 這個其實是數字遊戲原因美國政府將失業一段時間的人看作不再選擇就業 不再求職的一群例如2014年4月美國將80萬6千人視作不再就業 令失業率下降0.4%因此在980萬失業的同時 另外有9200萬工作人口選擇不再就業 所以有人估算美國適齡工作人口當中有超過1億人沒有工作 因此實質失業率其實是59% 也因此美國經濟不因官方失業率下降而復甦 相反因著經濟走向崩潰更多城市破產 而如底特律班空置的商場建築物更是越來越多 全美國將會有很多這些地方 並且會有這些遊牧民族式的收買佬 他們會被別人去聘請他們 即是無論是合法或不合法的屋主 即是有些扮屋主 就聘請他們去這些魔道幫我拆掉所有值錢的東西 有些這樣的字眼出現就是 這些所謂兩批的遊牧民族 第一批就是這些千賊式的遊牧民族 第二批就叫自家式的遊牧民族 就是他們會去一些商場 利用一些商場去種他們自己的食物 養他們的魚 他說當這些賊物的收買佬 的遊牧民族入到這些商場 這些自家籠 即是在商場裡霸了 來種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走去拆 就令人家所有東西都失收 所以他有這些字眼 是說這些兩批人的起衝突的字眼出現 而另外 因為經濟崩潰 第37點就說到 會出現這些字眼 就是自我武裝的警衛的工作 是專門幫助這些 做買賣的地方 做交易的地方 例如這些市多 或者這些出糧的地方 因為到時瓦解 這個字眼是說消防局瓦解 警察局瓦解 銀行瓦解 所以連銀行也沒有 所以出糧的地方 就需要這些警衛 他在說 警察根本都做不到工 為什麼呢? 因為連法庭也沒有薪金 所以這些字眼顯示法庭也荒廢 沒有法庭 沒有審判 所以警察抓了這些人做什麼 都沒有法官 他在說這個字眼 另外第38點 他說這一點就不太肯定 他說似乎美國激怒了他的波士 而引起這些波士的憤怒 而這個現象引起很多公正的辯論 但他說有機會這一個 剛剛是有另一個意思 就是代表了 美國政府是向他們的波士賠罪 而出現了這個字眼 所以可能是他激怒他 也可能是因為他激怒而向他賠罪 而出現了這些字眼 基本上就是美國政府和Firmation內訌 簡單來說 這個意思 無論是哪一個理由也好 總之是兩者的內訌 在第19頁的第二段 第39點就是關於嚴重通脹 他提到關於 無論是政府、銀行的努力 都無濟於事 國民、人民都會轉了他們的行商方法 這個行商方法怎麼轉呢? 就是轉了不再跟國外 是跟國內的 不會有國際的企業 沒有的 他說全世界會跌回 1300年中世紀時代的行商方式 這個很有趣 因為這個一樣在去年 提到全球海韓線事件之後 其實會有的現象 並且有很詳細的解釋 全世界的七大洲 就像全球海韓線所提到的 他們全部都會獨立 他們全部都會分開 他們全部都聯繫不了 每個人都是因為到時會有的現象 導致他們全部的七大洲 是獨立、自生、自滅的 他在說 因為這種嚴重通脹 以及到時政府的經濟 以及這個的轉變 導致政府都無法迫使人民 去做一件事 就是跟外國去做買賣 全部的行商方法都是內銷的 全部內銷的 第四十點就是第二十頁 裏面所說的 就是這些國內的經濟 是會將會 即是誰為首 他開始做這件事 他說以中國、印度為首 因為他說到 除了美國之外 印度就是下一波全球性的 貨幣崩潰的中樞 他們會面對很多的人民暴動 他們人民拋售自己本國的貨幣 這些現象在印度那裡 其實呢 現在我就要說清楚他的誤差 他說到現在第四十點 全部發生的事情 都應該是2014年發生的 所以再說清楚 如果2014年沒有發生的話 不是等於下年不發生 只不過現在讓你仔細地知道 他裏面的事實 因為如我所說 全世界沒有先知 是及得他百分之一的 因為他現在連年份、月份都說了 那麼全世界基本上誰才能說到 才能說到那樣東西會發生 而將來十年八左右發生 你已經當作是勁先知的 即是過去一千年都是這樣的 但現在他正在年份、月份 在說的事件 都很仔細的 所以變成這個 可能是時間上不準 但如果他進去就很可怕了 如果真的今年 我們看到這個發生的話 那麼今年真的有很多事情發生 而平時真的挺可怕的 而其中一件事就是 全球安全事件 似乎都會是今年發生 但要記住 如我所說的漣漪效應 就算這些事情發生 全球安全事件是會發生 但不一定是今年發生 這也是我們要知道會有的現象 因為每一件事越嚴重 漣漪效應就會去得越遠 所以在字眼當中 一樣有全球安全事件的災難 是關於會在今年發生 但可能年份會退遲 但事件的地點和事實 就會很指定性地出現 例如舉個很實際的簡單的例子 在他上年已經說過銀行家 很多人會死亡 對嗎? 我也有時會想 之前我也常常看到 他在說哪些人會死亡 但後來真的會死亡 我想 如果我是他 Web Bob所說 將來會死的銀行家 真是挺烈的 明白嗎? 我還沒死 但他就說 你快要死了 因為你是銀行家 你將來會死 現在我們看到 他說的不是一個人 因為這裡是說一群 而事實上已經超過二十個 但這些全部在一年前 已經說他們是會死的人 你明白嗎? 是多麼嚴重 多麼恐怖 對吧? 所以我們應該以這個態度 去看回 他這裡所說的這些 是的 銀行家遲了一年了 但問題是如果這些銀行家 真的相信Map Bob 可能上一年 就在這件事 預算一年之前 我辭職不做 我拿退休金 或者退休金也不要 那不會殺了他 他退休 隱性壞名也好 對吧? 所以我就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說他所說的 那件事真的會存在 那件事如果說的 那件事會死 那件事真的會死 而事實上 那件事如果不變的話 他真的在下年指定的時間 雖然Map Bob 沒有說過指定時間 但是說過指定的現象 他真的被人殺了 然後說他自己是自殺 這件事真的很可悲 對吧? 謝謝 2014年2月24日 正當入華牧師 錄製2014年1月份 Webbot預測的時候 他已經發現了 關於2013年Webbot 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及其先兆標記的預測 出現了一年的延遲 換句話說 原本Webbot預測在2013年初 發生的先兆標記事件 卻竟然延遲一年 在2014年初逐一發生 那意味著 原本Webbot 預測在2013年6月1日前發生的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則有機會延遲一年 在2014年6月前發生 警議想不到 隨著踏入2014年3月以後 有關Webbot 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先兆標記 延遲一年發生的事件 更明顯地逐步應驗 故此 在2014年4月17日晚上 日華牧師 率先錄下一段 十多分鐘的感言 嘗試分享 這種Webbot 出現時間摺疊的現象 及至 2014年4月28日 日華牧師決定重新錄影 及詳細講解 有關這一種Webbot 出現時間摺疊的現象 並將錄影的分享 以好外方式 定於 2014年5月11日 2012榮耀拍望 第222篇率先播放 以便大兄姊妹 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有機會在2014年發生 而作出加緊預備 這次本來是一篇感言 但當我錄了這篇感言之後 發現在連續 可以說這幾個星期 今年 2014年年頭這幾個星期發生的事 我覺得要將這篇感言 接近20分鐘的感言 將它變成一篇 直接補充 臨時補充在Webbot 裏面的這一點 其實這一點是什麼呢? 這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不斷發現 其實每一個星期 嚴格來說 甚至是每一天 都有新的新聞 去印證這個事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實 變成我要有一個詳細版 跟大家分享 而事實上 因為在網上也好 或者Webbot也好 很多研究Webbot的專家也好 裡面當然有電腦的天才 有各方面的這些專家 因為其實說真的 在網上看Webbot 絕大部分 不是普通人 因為普通人看都看不明白這些字 那些多數是 講的是博士 研究生 或者一些電腦的黑客 那些人物 所以變成 他們所看到的東西 可以說是按著他們自己 專業人才的方向 去看得出來 所以我發覺 當Webbot最近進入這一年 有這麼大的轉向 我覺得這一點 本身有二十分鐘的補充 我覺得變成要起碼 是一個一個小時的補充 因為當我們錄了之後 再過幾天 然後又看到很多 很多在這一方面的方向 有新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 在它發展的這些事件裡面 還有它有的最大可能性 我覺得 都要跟大家在這次去分享 而實際上最重要的是 因為這二十分鐘當中 我講了一個很新的概念 但是這個很新的概念 當時是 基本上是網上很貼人 已經是 在講這個概念 但是問題是 這個概念 當跟著 講完這個感言之後 當日 跟著發生的事件 現在變成了歷史事實 因為它已經發生了新聞 發生了事件 更加證明這個理論 似乎是成立的 即是它不需要再更多的理據 去證明它 因為已經在講 一段十計的事件 是從來以前沒有發生過 但是就是今年發生 而但是它可以預測到 所以變成這個可能性 已經有絕對足夠的佐證 去證明它的真實 那其實是甚麼事呢 其實事源 就是大家 當你聽說 2013年的時候 那時是1月、2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分享了一個 Web Bob 的資訊 就是發覺 Grid Fi 在去年 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以上 去講一件事件 但是這件事件 竟然在今年又重複 是甚麼事件呢 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Grid Fi 他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講了一篇 關於他發覺時間 在去年 2013年、1、2月的時候 是扭曲了的 實際上這一點 他除了講了一篇之外 跟著他陸續 也有零碎 再講這件事件 當時 可以說是吞吞吐吐地說 因為他不能夠 講得很詳細 因為他都不知道是甚麼 他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他和 在今世上 很多類似Web Bob 這些計劃 因為除了他之外 可以說 另外有幾個 都是類似Web Bob 的工作人員 這些人員 都同時 大家耳口同聲 去講這件事 因為他們 一向都有通訊 他們一班 因為互相都會分享 做法 利用甚麼計劃 寫法 去預測一些東西 我又可以怎樣預測 經濟 你可以預測 天氣 他又可以預測 政治 因為他們本身這些計劃 他們的價值 很多人都會付錢 去買這些計劃的資訊 他們二口同聲都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 在去年2013年的時候 在1、2月左右 發生了一段 時間扭曲的現象 如果大家記得起 就記得我自己曾經 在去年都講過 早於2013年3月5日 及11日 Webbot的作者Cliff High 多次以即時數據情報報告的 錄音訊息分享 其資料顯示 原來當時在2013年3月開始 時間竟然出現了轉變 就接 和扭曲等現象 然而 Cliff High 有四個人是四個人 我們三個人 我們所有人 在這項目的作業 我們都在這項目的 在那一段時間 在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 我們不確定 在那一段時間 我們不確定 在這項目的 我們有關於 我們也看到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在那一段時間 所謂的 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 是有所謂的 是有所謂的 I guess that's a good word well maybe that's presuming some stuff I don't know if anything intruded into our time but because of the circumstances within our work all four of us arrived independently without ever discussing it with any of the other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ime had been altered or a ripple went through time or a wrinkle or that's why I'm using lots of different words here because it is an there's a level of ambiguity involved there are certain levels of there are levels of certainty involved as well we know certain things occurred and we can actually demonstrate these things now the further context here the premise involved must go to the idea that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our work we're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nuances of the karyos and chronos of time then are most ordinary humans and because we're sensitive to it we were aware of this thing occurring and that's sort of a you know it's a condemning factor in the sense that that our own sensitivity could be allowing us to misread part of the situation and put in or project our own interpretation on these events we don't want to I don't want to some of the other guys are quite certain here of what has occurred and I'm I want to hold out for a lot of ambiguity at the moment because I am greatly uncertain as to what has occurred but I know something did so let's describe a situation here and there's a number of different elements involved so let's say that between the four of us we have twenty items in our set and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items within this collective set among the four of us all go to the support of this central idea that something occurred in time now it could be that it was a situation of an intrusion in time as in the sense of you know a time traveler popped into our time from a distant future that time traveler is very much more complex a being than the nature of reality is at this point in our time and because that complexity came back to our time or appeared in our time time itself had to adapt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pport that being in this matrix if you will I've talked about this in the past and I can get into it some other point in detail about the complexity issue so he said 很明顯是被人改了的 so he又沒有辦法 形容得到是怎樣 so he只能夠做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都簡單地說過 給大家聽的 但是他用了一個小時 去說這個故事 就是說 他用回2013年說 就好像2013年 如果你將一個人 是由2013年 扔到1913年的時空 就會導致1913年的時空 如果在辨別上面 即是有些感應器 去探測它的話 在2013年的時候 就會發覺時空會扭曲了 那個扭曲的現象 他如何形容 以及用什麼方法去辨別它 他就說好像 因為他說 就好像2013年的人類 其實在時空上 對比1913年 是密度大了 因為他說 根本是因為時空的累積 導致那個人本身 在時空上的訊號密度 是大了的 如果你將一個2013年的人 扔到1913年 當然很深 當你這樣聽的時候 但你記住 這個人是用網絡網絡 去預測時間上的所有東西 所以他對時間和時空的東西 是比一般常人都認識清楚的 這樣才能夠解決得準 但是他就說 當這樣扔進去的時候 1913年 就為了適應這個人的密度 而整個時空就扭曲了 而導致這個扭曲 你在1913年的時候 你用一些時空的感應器 就會被解決得到 就這麼簡單 其實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更加簡單地解釋 因為他這個比較深 就好像 愛因斯坦 他說時間就像水一樣 對吧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一盆水 那這盆水當作為一公升 那當這盆水是一公升的話 如果你用量度的容量也好 流動也好 體積也好 總之你是量度水 無論是容量體積或流動的感應器 你會感覺到這盆水的東西 對吧? 但是如果這盆水是一公升 你放一塊一公升的磚 會有什麼現象 這盆水是不是悶了 它會由一公升變成2公升 而你放的時候 整盆水是否要適應你這塊磚 因为它会流动 它会被排析开去 并且因为有一个新的密度的物件 进入的时候 它一定会沉底 因为砖的密度 又会比水大 而它的容量 它的密度 它的质地 是不是都会影响 这盘水的容量 以及它的位置和流动 如果譬如你放一个一公升的发泡胶 和你放一公升的砖 又不同 因为一公升的发泡胶 是浮面的 所以它不会把这盘水塞到变成什么 两公升容量 不会的 对不对 这盘水最多是1.1公升 你放一个一公升的发泡胶 最多 但是你放一公升的砖 因为它的密度 它的容量 它的重量 就会影响那盘水的流动和容量 那盘水 如果你放一公升的砖 和一公升的发泡胶 这盘水 当你放一公升的砖 它会变成多少公升 会变成两公升的容量 所以如果你的盘水是有一个 它能量度水的容量 水的密度 水的重量 水的流动 这些感觉 它就可以感觉到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它便会分辨到 你放一个发泡胶 和放一公升的分别 现在它正在说这件事情 换句话说 如果你提到一些温度变动扭曲了 那你温度的感觉会感觉到 但如果你是时空变动了 那什么感觉会感觉到? 时空的感觉会感觉到 这就是他在说这个现象 他就说 RedBob是感觉到时空扭曲的 就是感觉到这个现象 他在说一件事 就是有一件很特别的事 进入了2013年 而导致他们耳口同声 所有是做时空扭曲的 所有类似RedBob的计划 都耳口同声说 是一件很怪的事 导致他们的探测 有这个怪的现象 而实际上这些计划当中 或者你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些计划 在这里给你们一些解释 其实除了RedBob的价值之外 世界上很多这类 可以探测到时间的计划 也很值钱 他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探测时间以外的事情 被人去预知 譬如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或者有些人很奇怪 为什么Google会这么值钱呢 还有Google为什么会在一个阶段 如果你好像现在 普京所说的 就是告诉俄罗斯 他们自己的人民听 如果一用Google的话 你的私隱权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原因是理论很简单的 为什么他又要这样做这件事呢 因为你能够想象Google如果可以借着 你所搜寻器当中搜寻的所有东西 而在里面 是可以知道你很多私隱的 第一 他知道你搜寻的东西之外 也知道你用来搜寻自己身份上的东西 比如你的银行户口 你用的那间公司 你自己Facebook的户口 当他这样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你的身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 其实当一个搜寻器的价值是什么呢 他就好像类似webub的另类的形态 就是说 如果你是拥有Google的话 其实你就等于拥有全世界的未来 所有人会想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买便宜的 例如健身器材 你会做什么呢 你会当然想到淘宝里搜寻一个便宜的健身器材 所以你搜寻那个的倾向 就会告诉我 你会买的东西 如果全世界 全世界人都搜寻某一样东西的话 Google就知道那东西就很值得买 尤其是如果银行家一起搜寻某一种股票 又或者军部突然间 军人特别搜寻某一些东西 又或者一些买家一起搜寻某一些东西 再严重一点 因为如我所说 因为你一上到Facebook 就知道那人的身份 所以那人是军人 是什么国籍的人 他是俄罗斯的军人 还是中国的黑客 还是美国华尔街里面的这些银行买家 Google都知道了 他知道这帮人专业搜寻什么 已经告诉你 关于这帮人将来会做什么 对不对 就是你起码关心那样东西 或者你会知道某一些的秘密 又或者你期待有某一个倾向 其实Facebook就是用一个这么简单的理论 去制造了他关于知道未来的倾向 但是Google就有一个更简单的原理 只要他知道你的身份 知道你的国籍的话 他知道你的搜寻资金 在搜寻资金当中过去的倾向搜寻资金 而每一次他会记住 你搜寻资金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之后在历史上会变成什么 比如说这帮人去搜寻资金 某一只股票 那只股票在历史上就跌了 或者接着 但不是说这帮人 反而除了搜寻资金就跌了 但另一帮人搜寻资金 那只股票在历史上就跌了 那你想想 Google这些数据是多么重要 有多少公司想买呢 谷哥Google公司是美国一间跨国科技企业 智力研究网制网络搜寻 云端运算、广告技术等领域 开发并提供大量网制网络的产品和服务 其主要利润来自AdWords广告服务 Google是由当时在史丹福大学 攻读理工博士的莱莉·佩奇 Larry Page 和谢以盖·布林·Sergy Brin共同建立 两人因而被称为Google Guys 1998年9月4日 Google以私营公司的形式创立 设计并管理一个网制网络搜寻引擎 Google Search 在创始之初 其官方公司的使命 为整合全球范围的信息 使人人皆可传取并从中受益 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非正式的口号 即为不作恶 Don't be able Google公司的总部被称为Googleplex 位于美国加州 圣塔克拉拉园的山景城 根据估计 Google在全世界的资料中心内 营运超过百万台的伺服器 每日处理数以亿计的搜寻请求 以及约24pb使用者生成的资料 Google自创立开始 其快速的成长 亦带动了一系列的产品研发 拼购事项与合作关联 而不单只是公司核心的网络搜尋业务 同时亦提供了丰富的线上软件服务 如云端硬碟 Gmail电子邮件 包括Orchid Google Bus及Google Plus社群网络服务 Google的产品亦以应用软体的形式 进入使用者场面 如Google Chrome网页浏览器 Picasa图片整理与编辑软体 Google Talk即时通讯工具等 同时Google亦开发Android作业系统 及小不电的Google Chrome OS作业系统 根据网站资讯分析网Alexa的资料显示 Google的主域名Google.com 成为了全世界传取量最高的暂点 而Google搜尋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多个暂点 Google.co.in Google.de Google.com.hk等 及YouTube,Blogger,Orchid等的传取量 都在前100名内 虽然现时Google声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是旗下的广告 但它能够成为今时今日如此大规模的公司 早在其建立之初 以需要数以百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才能够在短短十数年间 建立这么巨大的全球资料库 因此Google的投资者 所着眼的并不是广告收入 而是能够从全球数十亿使用者的搜寻习惯 自据、内容和地区等 知道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城市 甚至是每个人的统计资讯 因为这个对政府、大企业等 都是不可划决的资讯宝藏 政府若投资Google公司 便能够获得每名国民 使用互联网的习惯和资讯 这个愚童知道了国民的动向、生活 甚至是思想方向 大企业获得了人民搜寻的大量资讯 便知道了他们购物的方向、兴趣、潮流 人生价值和目的等 这样大企业便能够对应市场的需要 而控制产品 故此 他们一定会乐此不疲地向Google进行投资 以换取这些统计资讯 透过Google不但可从人们使用互联网的习惯中 获得这些资料 甚至可以控制他们的思想方向 因为政府和企业都可以向Google 购买提高期在搜寻字眼上的排名 导致人们经过搜寻而得到的资讯 都是被人预先安排和被限制 例如 电视台可以在搜寻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排名中 将自己的节目提高 使其收视率上升 又例如 时装公司可以令自己的品牌 在搜寻最流行的时装中的排名提高 令人们以为今季最流行的就是某某品牌的新设计 因为一般人的网络搜寻习惯都只会留意所搜寻的头几十个结果 所以只要控制搜寻结果的排名 就可以控制人民的方向 Google所有客户端的产品都存有收集个人私隐的机制 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对其国民作出警告 如果你使用任何Google的产品 你一切的私隐都会被出卖 也会被美国政府监控 由此可见 Google对全球人类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明白吗? 我就是说现在普世上有很多类似Webub的这班人 其实是互相识认的 他们互相知的 他们本身在做这些计划 专与预测未来的 这些就是我称为时间上的测试 其实他们的资讯是能够帮助世界上不同的人 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动向 职觉类不同阶层的人 他们知道将来的走势 所以他们的资讯是很值钱的 那你就明白为什么 你上去Google搜索 你的东西根本是私隐都没有买的 一定没有的 因为他们一定会知道你的年纪 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 一定要知道你的国籍 然后他将你归类 就将这一大群人 我说的大群人是过百万人 这一百万人 他们一直搜索的走向和曲线 就已经可以预测将来 其实全人类的倾向 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民心 什么都可以知道 全部都可以知道 网络就是将这些东西 发展得更加疯狂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神怪的东西 是一些写设计的人 他们想的东西比我们的很多层次 他们已经不知道了 关于人类社会会有的走势 哪个明星会出名 哪一类的戏会一致好行 你想想 每一个行业都想知道这些资料 每一个行业都想知道 什么是最能赚钱的 但是他自己的行业当中 所有关于将来的资讯和倾向 都可以跟这些搜索的资料 去买的 买这些资料 所以你能想象 这些所谓的程式编写员 当然是天才 你都未 人类社会出了这么多年 你都未知道 人类如何赚钱 人类已经在当日写的时候 花这么多钱 搞Google出来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 所以这些人 对于这一年 就是去年的时空扭曲 他们耳口同声所说 其实我们已经要相信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负责 要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他们本身就是时间的测试 但是 为什么我要拿这些东西来说呢? 原因就是 竟然在今年的一、二月 这一班程式人员 又是和Quip Pi 一样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今年一、二月 时空都一样扭曲了 他们没有解释得到 直接是解释不到 为什么会刚刚两年 同样在那个月份的时间 时空一样扭曲了 但是上一年 他就肯定了一件事 Quip Pi 就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 有些事情 暗躁在去年的一、二月 而他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今年 都一样有这个 时空扭曲的现象 而他 和很多网上的天才 聊的时候 都是一样有这个现象 但是当他说完之后 其实我在二月、三月的时候 都想不通是什么 就是觉得 他为什么 好像小题大做似的 说了一整个小时 但是他又不能解释得到 但是说了一整个小时 说的严重性很重要 但是他又说不出有什么严重 直到二、三月 陆续很多在网上看网上的人 开始写了 写了一些文章出来 说 已经开始怪了 因为二、三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觉得怪了 其实大家过去差不多 会隔一个星期 都听我们重提一次 就是 奇怪的是 应该去年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是去年发生了 譬如欧洲会有个女王阳慧 这些 真的去年发生了 他说明是去年会发生的 这些是吧 但是问题 大部分 去年应该发生 2013年会发生 在全球安全事件 发生之前的马卡 连同全球安全事件 发生之后 会有一个后遗症 去年全部没有发生 对不对 但是去年事实上 还有很多有很准的发生 早在2012年6月16日 Webbot作者 以录音方式分享 印证The Farseist Institute 遥试者 所发布被称为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预测 原因 Webbot 在更早之前的数据中 经意显示 全球海边的城市 将会受灾 以及出现 比南亚大海啸 重要严重的灾难 死亡人数 更经达12亿人 接着 在2012年9月30日 及2012年12月31日 Webbot 分别再发布了 两份详细的预测指讯 发放更多 2013年之后 将会发生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预测 其中包括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发生前 世界上 将会出现种种 不同的先兆标记 当这些先兆标记 逐一应验的话 即意味着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将会是一续即发 灾难 竟已迫在眉睫 甚至 由2013年1月开始 却快 再以一连串名为 即时数据情报报告的录音讯息 预告了一些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发生前的先兆标记 事件 甚至将会 短至数日 长至90日之内发生 综合过去Webbot 针对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发生前的先兆标记 实在 有部分的先兆标记 在2013年 经已应验 甚至 事件应验在 2013年初指定的月份 Webbot曾预告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发生之前的先兆标记 并且以经人准确地应验 一 在2012年9月份Webbot 曾预告 在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发生前 全世界将会持续性发生 異常停电事件 甚至 引致交通停顿 和物资供应中断 的确 在Webbot 作出预告之后半年内 竟已发生多宗 異常停电事件 包括 2012年9月9日 中美洲国家 古巴西部 晚间突然罕见地发生大停电 数百万人陷入一片黑暗 2012年10月 沿岸国家 巴西 连续一个月内 发生三次的大停电事故 2012年10月30日 美国东岸 遭遇百年一遇 超级巨峰桑敌吹集 美国东岸地区 800万人断电 2012年10月7日 亚根廷首都 布尔洛斯艾利斯 发生大停电 2012年11月15日 德国务尼克 突然租至1992年以来 20年不遇的大停电 2013年2月4日 美国 新奥伊良举行的超级碗 球赛突然停电34分钟 停电原因不明 事实上 美国超级碗球赛 突然停电事件 更是Webbot 在2013年1月31日 发布的内容一早预告了 结果 超级碗停电事件 却在一个月后 指定性地应验了 2.2012年Webbot曾预告 在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发生前 世界将会出现极端风暴 同样 当2012年Webbot 发出预告之后 随即 全球多处刮起 以上极端性的风暴 包括 2012年10月末 8年1月的超级巨峰桑敌 重创美国东岸 2012年12月初 菲律宾迎来 2012年 最强台风保下 强势吹袭 2013年1月末 澳洲东岸 受到风暴奥斯瓦尔德吹袭 受到风暴奥斯瓦尔德吹袭 2013年1月末 分地区降雨量更高达400毫米 造成严重水灾 20多万户停电 2013年2月9日 美国东北部 迎来美国史上最强冰雪风暴雪吹袭 六个州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 两股高速气流相遇 形成的极端性冰雪风暴 将吹袭美国 至于 Webbot其他在2013年 相计经人地准确应验的先小标记 还包括 2013年1月3日 Webbot所出版的 即时数据情报报告 绿音内容提及 欧洲因风雪的缘故 导致交通混乱 问题抗展至冰岛 和希涅等地方 三日之后 风雪的新闻不断出现 由中国 俄罗斯 然后研至欧洲 与此同时 在2013年1月Webbot预告 欧洲会有一个女王 在短时间内容围 退围 其后 2013年1月31日 荷兰女王 突然宣布退围 因此 这个先小标记 亦应验了 此外 Webbot预告 将有爆炸案 跟拉斯维加斯赌场有关 事实上 在2013年2月20日 拉斯维加斯 发生汽车爆炸 这个先小标记 亦准确应验了 另一方面 在2013年1月 Webbot预告 最后 将会出现关于管子 和气体问题 导致影响大批民众 其后 2013年1月31日 墨西哥发生气体管道爆炸 导致37人死亡 最后 到了2013年1月10日 另一份Webbot预告 2月17日 将会发生一件事 影响天主教教庭 事件 甚至可以对比1600年的教庭事件 其后 于2013年2月12日 天主教教皇 突然宣布辞职 这是几百年的首次 而且 事件完全经验 Webbot对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发生前的先小标记 除此之外 1月10日 Webbot预告 美国东南部 将有广泛性服务中断 结果 在2013年1月30日 20个龙卷峰 吹集美国东南部 夹杂着寒冷天气 导致很多地方的道路 和车辆也损坏 24,000个家庭的电力中断 另外 Webbot也预告 中国和俄罗斯 将会出现极端冷空气 随后影响美国 在2013年1月初 中国和俄罗斯 遇到百年一遇的冷空气 导致交通疼患 很多地方电力中断 其后极端冷空气 如Webbot所预测 同样出现在美国 在去年同一份Webbot 亦预告到 一种病毒 会在空气中传播 并且 这种新变种病毒 将2月底 以大标题报导 其后 在2013年初 就发布了新沙市的报导 此外 Webbot看到 北美一个湖的河道运输 将会停顿 并引致人们患病 结果 在2013年1月29日 五湖区下游的墨西西比河 因为船只流油 河道上往来的交通运输 因而暂停了 事件也正正应验了 之后 在2013年1月17日的Webbot预告 在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发生前 其中一个先兆标记 就是有关梵蒂岡 英女王 王族经济记秘密 将会被揭露 结果 5日之后 2013年1月22日 梵蒂岡教廷 被揭发于英国梁敦 拥有秘密物业 是当年 他们利用法西斯党 麦索里尼的金钱购买的 此外 Webbot 在2013年1月 预告小行星 DA14 将半徐 最少三火银石 来到地球 引致很多金钱损失 其后 在2013年2月15日 俄罗斯遭遇 八年来最大银石撞击事故 一火直径17米 重量大约10吨的巨大银石火球 略过俄罗斯乌拉山地区上空 劇烈爆炸 花为碎片 当时爆炸威力 相当日本广岛 那火原子弹的30倍 银石聚落事件 导致1500多人受伤 近3000座建筑物受损 银石堕落造成的经济损失 达到10亿奴暴 约合3300万美元 此外 另外两火银石分别在古巴 日本常空出现 2013年2月14日夜间 湖巴中部 西欣富哥斯省 罗达斯小镇 有银石聚落 然后发生巨大爆炸 气流洗部分建筑物窑房 2013年2月14日夜间 日本多部监察摄录镜头 拍摄到巨大火球 在夜空墜下 上述webbot 对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发生前的先兆标记 确实在2013年初 经人准确地认验了 此外 在2013年1月24日的webbot语告 有动物肉类的新闻 与疾病有关 并出现神秘的肉 当中 亦充满染藏 贪污 腐败的字眼 结果 在2013年2月下旬 就发生了 轰动食品业的 马肉充当牛肉事件 另一方面 在2013年2月14日 webbot 即时数据情报报告预告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将会发生的地理性指标 就是有大量的火山出现噴发 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火山 最后在2013年2月20日 及2013年3月5日 俄罗斯远东 中困擦家半岛 北部的 欺慰奴奇活火山 与webbot注册的内容一模一样 出现大规模噴发 高度达9000米 并半有持续约11分钟的地震活动 在2013年2月14日 即时数据情报报告录音中 webbot预告了 到了3月的时候 会出现一件 有关慈善机构的丑闻 webbot数据中 亦以英文 Charity 应用事件中的主角机构 结果 在自定的2013年3月5日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加拿大研究人员揭发 德兰修女曾接受海地前独裁者 杜瓦里埃的捐助 另有大笔资金 转入多个秘密人行账户 張目不明 事件中备受质疑 由德兰修女所创办的慈善机构 人爱全教会 英文名称就是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名称 于webbot所预测 慈善机构丑闻中的字眼 Charity 完全吻合 正正应验webbot 对2013年3月事件的预测 的确 综合以上两年 webbot对2013年后 将会发生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预测 及先兆标记 实在 有部分 在2013年初 已经非常准确 及指定性地应验 但是奇怪的是 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 竟然是由今年年头开始 由極地漩渦这个名字开始 一直一直发生 包括到 美国 会因为乌克兰事件 会和俄罗斯和中国 会有这个争吵 而都知俄罗斯和中国 会想着在外汇抵制美国 并且尽量将这个人民币 会变成外汇储备 这个本身应该是去年发生的事 包括 上年应该发生在三月底的时候 直到四月 第一、二个礼拜 要发生的就是 土著会和联邦政府争执 你记住 在过去二百年当中 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就是说那群牛仔 只是牛仔都说一、二百人 民兵都说几千人 去和联邦政府的几百个 这些警察和军人去对抗 是没有发生过的 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在上年说的时候 我照片信心说出来 但是谁知道 本来应该是去年三月未发生 就在今年三月未发生 在去年四月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会做一个高潮的时候 然后联邦政府后悔自己做过这件事 反而竟然在今年的一样 在四月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是高潮 并且联邦政府 因是后悔做过这件事 明白吗 换句话说 我们开始发现 很多很仔细 很指定的事情 甚至连日期 事件 事件 名字 竟然是丁 都没错 有史尼最准的事件 本来应该是去年发生 而变成今年发生 然后 然后网上开始 很多人都发现这件事 他发现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 对 他一说我才想起 他说你们有没有留意 没错 除了去年和今年 他们在我们所说的时空扭曲之外 并且去年和今年的很多预测 是黏在一起的 我才发现 对 原来这个可能是贴着时空扭曲 里面的事件 而导致一些事情发生 我们没有想过 然后当我看很多文章的时候 因为事实上 刚刚在去年 当这件事 全国安线事件没有发生之后 在6月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了一篇 关于时间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对时间的理解 原因 这个是因为有 Web Bob 这类的program 或者Google 这类的program 帮助我理解 人类研究时间的理解方法 有些是超脱式的研究 有些 好像Google 这种 根本是普通推理式的研究 当我看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的问题是什么 于是乎我录了一篇感言 想着会做一个结尾 但是后来发现 当我录完之后 发现发生的事情 是越来越多 我不能够当成一个理论 我发现现在 今天是事实了 事实是什么 谁想知道是什么 事实就像我所说的 一盆水的现象 是什么呢 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似乎有一种力量 而我相信 我在那个感言当中也说 这种力量一定只有神仙做到 因为它将实在太庞大的资讯 做到一个时空的跳跃 那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曾经说过 将全世界 全宇宙的所有能量加起来 都不能够将一个人 可以在时空当中轻易地 丢在一年前 是吧 因为那个牵涉到实在太大的能量 所有全球的能量要到后走的时间 是大得很重要的 我发现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我总括了所有资讯的时候 我发现了 就是 时空是摺跌了 首先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去理解 然后再试试慢慢复杂地 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吗 谁想知道 就好像你一张纸 譬如这张纸 譬如当它分成上下 一张纸上下 你将它在中间 橫摺一摺 上下两张纸上下 但如果上面有一张纸的墨水 那张纸是代表一个信息 我当这张纸是 绝对安线事件的信息 只是在上一页纸上 上一页纸是2014年 下一页纸是空白的 完全是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下一页纸是2013年 但你怎样可以在时空上 将上面这个信息给到下面呢 如果在纸上很容易 将它摺摺就行了 对吧 时空可以摺摺 这是在今天《爱因斯坦》的时候讲的 而我们讲的关于重动 这些概念 其实就是在做这个 就是将一样东西 它其实是在讲 hyper space 如果你从这里 去到宇宙里面 任何一点 最短的方法是什么 不是从这里拉到直线去 因为在第四度空间当中 这个时空可以摺摺 几万它截跺 ом脏 porter sus 就像在一张纸 这样 不像一张纸摊 可以走直线 反正都摺摺接达后 你会直接穿过去 这个就是 当你能够直接穿过去的这一点 通常就称为冲动 这个就是简单解释了科技的 通常你现在看到 《Star Trek》 或者很多这些科幻的想象器 都使用这个方法 就是立而纼株过去 原理上 在时间上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但现在我再说 如果你想将2013年是空白的 空白一片的 是没有事情发生的 没有全案件事件发生的 但问题是 如果你将信息传递给2013年 你只要将两个时间一叠叠了 那颜色就会由上一页子 透过下一页子 就好像由2014年 透过2013年 换句话说 好了 现在我们又再深一层一点 谁想知道的 就是一盘水 如果一盘水 当你丢一架砖进这一盘一公升的水 丢一架一公升的砖进这盘水 那这盘水当中 唯一能量度它自己改变的 就一定是这盘水的容量 密度 重量 的感觉 但它温度的感觉是不知道的 换句话说 现在再深一层 如果再深一层的话 如果有人能够做得到 就将2014年一个这么重要的 全革暗线事件的讯号 丢掉到2013年 因为它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2013年当中有两个感觉 去发布2013年的东西 但是2013年因为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2014年一定有一件很严重的事 有人将2014年和2013年接叠了之后 在2013年的时候 所有感觉温度的感觉 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是感觉温度的 所有感觉温度的感觉 都不会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所有感觉温度的感觉 都会知道发生了一些东西 对不对 并且量度了一些东西 他觉得密度改变了 每一样改变了 就像他在量过水 他发现有些东西的感觉温度叉进来 不过他知道有些东西的感觉温度叉进来 很高密度的感觉温度叉进来 但他甚至到最后 他都不知道叉进来的 是什么 原来Web Bob 在2013年所检查的 所有关于2013年 时间的讯号 时间里面发生的每一样东西的讯号 竟然是掺杂了2014年会发生的东西 明白吗 因为他自己知道小胸柳谷 但他不知道自己去探测 关于2013年所发生的所有东西 绝大部分是2014年 他连自己也不知道 Bob 连花西也不知道 花西不知道在2013年6月1日 因为他的实验是什么时候做的 是2008年做的 他在2008年尝试探测 2013年6月1日之前会发生什么 然后他发现很有趣 一半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是真的 2013年 但是他发现 耳口同声就是 另一半全部都探测到 所以这些地方 全部都有一个叫做全球安事事件 并且还有一班叫SOC 自我组织群体 你记得吗 是他们说的 2008年的时候 但问题是 自我组织群体 现在是在今年里面听见的 就像牛仔这件事件 已经是SOC了 是自我组织了几千个民兵 河昌实弹 走到这个地方 去和美国对抗 是今年的信息 你知不知道 大概2008年 探测 2013年的时候 他探测不了2013年发生这些 他是探测到2014年发生这些 为什么 因为原来真的在历史上 这两个年份是摺跌了 是有一样东西将它们摺埋了 而导致所有在去年的时空感触 是感触了两年的信息 而两年的信息是重叠了在去年 所以在去年里面 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的 webop 很多东西都重压 不过绝大部分 关于全球安线事件 无论它的marker 它这件事件 以及它之后会出现的后遗症 上年有没有发生过 没有 但是呢 当我们踏入2014年 我们整体都发现一样东西 当时我没有留意到 是时空扭曲了 对不对 也没有想到它会摺跌了 那么恐怖 但是怪在应该在去年 说明是在一月发生的事情 今年发生 在去年应该出现的极地蜘蛛 影响美国 在去年应该因为暴风和巨浪 会影响的欧洲的岸边 在今年发生 在去年说的水灾地 在今年发生 在去年所说的 无论是俄罗斯 和中国会有的紧张状态 甚至可能会出现第三世界大战 在去年一点都没有发生 在今年发生 在去年本来说 应该是去年会出现的 关于这些我们所说的 人民币可能会变成 全世界都会储备 竟然说在今年想发生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数 上年应该死的行家 他们又长了一年命 在今年才开始陆续死 明白吗 连月份也准备 你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在去年 2013年 所读的Web Bob 我和大家读的Web Bob 原来是将两年混在一起 就好像将纸接下来之后 它的色是感染在同一张纸上 2014年5月11日的 《2012荣耀派望》第222篇 《Web Bob 号外篇》 日文牧师指出 Web Bob 的作者 Cliff High 在2013年3月的录音提及 他发现了时间在2013年的1月至2月 出现了时间接叠的现象 但是他并不知道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当Cliff High和世上其他类似Web Bob的 最高级程式员进行讨论的时候 他们都指出相同的现象 就是从数据里面 发现时间真的出现了时间接叠现象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只是知道时间被一个外来的力量改变了 Cliff High在录音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解释 他提及事件 好像是将一个活在2013年的人物 时光倒流到100年前 即是1913年的时空里面 因为活在2013年的人 在这个时空上的密度较1913年为大 所以导致1913年的时空被扭曲 这种情况 好像将一块1公升大的砖头 放入一个装着1公升水的水缸里面 导致水缸的水位升至2公升的高度 Cliff High所发现的现象 好像在未来有人将一些将来的事物 放入2013年的时空里面 所发生的事件重叠一齐 引致所有利用同样时间感应讯号的工具 例如Webbot和The Farsight Institute 遥试者 在接收2013年的预测讯号的时候 同时亦都接收到2014年的讯号 日华牧师在这里作出分析 如果有人将2013年和2014年的时空重叠 世上只有创造天地万物 包括时间的神 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2014年的时空重叠到2013年 所需的力量远远超越全宇宙所有能量的总和 有关这方面的详情 可以参考日华牧师所分享的时间的秘密主日信息 另外 在2014年初开始 一些有留意和研究Webwatch的网站人员发现 很多原本Webwatch对2013年所预测的事件 全部都在2014年的时候发生 而所有事件都是在2013年并未发生的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先兆标记Marker 这个意味着原本会在2013年才发生的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极有可能在2014年发生 这些先兆标记包括 极地船窝 银行家被杀 南极洲大变动 引致美俄两国不和的乌克兰事件 人民币可能变为世界外汇储备的事件 美国在4月首两个星期所发生的 美国联邦政府和土著的牛仔对抗警察的 冲突事件等 然而 与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先兆标记无关的事件 却如期在2013年的时候 按住Webwatch的预测全部发生了 日华牧师就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2013年和2014年的时空 无可置疑地已经发生了时间接叠 导致利用时间感应讯号来预测未来的Webwatch和The Farsight Institute 原本在接收有关2013年的信息的时候 竟然连埋2014年的信息一併接收了 所以当2008年 The Farsight Institute对2013年6月1日的世界警方 作出遥视实验的时候 有一半的遥视者看见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已经发生 但是却有另一半的遥视者 看见世界警方和先前一样 没有什么大分别 因为当中有一半遥视者可能看见了 2014年6月1日前将会发生的事件 所以他们看到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已经发生 但是另一半却看到 2013年6月1日前的世界 所以一切如常 日华牧师作出总结 若果2013年和2014年出现了时间接叠的现象 能够使这个现象出现的一定是神 就好像Webwatch所发现的现象 若果所有关于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先兆标记 都在2014年发生的话 意味着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也有可能在2014年才发生 并且所有有关的后遗症 也在2014年出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我自己本身是相信是神造的 因为在历史上出现过的 我们最清楚最清楚 那些人说得最多最多 而并且用这种解释法的 将章子接近这种现象 其实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 在弹以利的七十个七的预言中 人类也要用这个方法解释才能解释到弹以利的七十个七 因为弹以利的七十个七 是由主耶稣出世之前已经开始发生的 但这七十个七年 发生到现在还未发生完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最后的一七 最后的七年 其实在时空上是分开了 但在弹以利的看法时 是直接接在一起去收 所以你看到弹以利的六十九个七 以及最后的一个七 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争了二千年 但在弹以利的看法时 是一个连续的故事 你看回弹以利 事实上 弹以利也不可能在主耶稣之后 才说最后的七 不可能 他死了很久 但是当时他说的《但以你七十个七》 是由主耶稣基督出世之前 去计算起这七十个七的 但是中间却有二千年的时间 时空接叠了 一起被他在时空感觉 在这个时空感觉的异象异梦当中收到 然后一次过说出来 所以到现在来说 我们解七十个七 没有人会说这个不是神做的 这个绝对是神做的 但是神接叠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在我初初去解《但以你七十个七》的时候 很多书籍都教你看的 他说你好像看两个山 你看两个山 永远以为这两个山在旁边 但是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原来在这个山 前面的山和后面的山 原来相差很圆 《但以你》看的时候 就一次过看了两个山 但不是《但以你》不准 是时空接叠了 《但以你书》 《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 《为你本国之文》 《为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 熟尽罪业 忍尽永逸 封住意障和预言 并高自圣者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街大豪 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黄的民 来毁灭者 成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争战 一直到底 方娘的事已定了 一七之来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弱 一七之半 他必使自自与贡献知识 那行毁坏可憎的 如非而来 并且有愤怒 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结局 波斯王大楼士 在位大利乌元年 先知但以利 在秘魯之地巴比伦 从旧约耶利米书得知 耶和华临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直到耶路撒冷方娘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但以利就狠切禁食祷告 于是 天使加伯列让他看见 七十个七的意象 神殖七十个七的意象 让但以利遇见 自从以色列人有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 直至世界末了 会有七十个七年 包括 以色列人归回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首高军 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上述总共六十九个七年 在历史上已经仍然了 但是 最后第七十个七 关于启示录所记载最后的七年大灾难 却还未有仍然 原来 第六十九个七 与第七十个七之间 上他若有二千年的新约教会时期 这个又称为外邦人的日期 因为若在二千年前 以色列人硬着心 利弃了主耶稣基督 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神慰到外邦人定了一段指定的时间 要等待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以色列才被重新接知在神的救赎计划上面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者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所以,但以你所看见七十个七的异象 原来是出现了时空接叠的现象 这个好比从一幅照片 看见两座山峰 虽然两座山峰看来好像是接叠相连 但是,实际上山峰与山峰之间 却是有深远的山谷相隔 故此,但以你所看见的七十个七的异象 其实就是圣经所记载关于时空接叠的例子 这个已被普世诗经家所接受 所以,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 尤其是在最后七年 但现在我们似乎从科学方法 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古 而是说现在有证据 直到现在来说 我说这篇信息的时候 已经是四月尾了 但在这四个半月里 我们所说的应该本来发生在去年 尤其是所有 记住,所有 关于全球海岸事件发生之前的marker 在今年发生 反而所有不是全球海岸事件 应该发生的marker 包括譬如 欧洲有个女华会扬胃 很多杂拔这些事件 那些全部都不是全球海岸事件的marker 就在去年都认了 但今年 关于哪三个事件 可能会在今年发生呢? 似乎 第一 就是全球海岸事件的marker 第二 就是全球海岸事件的本身 第三 就是全球海岸事件应该有的后遗症 因为在去年 2013年的webbox 是有提到这三个事件都应该在去年发生的 但现在这三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 就全部在今年发生 OK 所以当你听这篇信息 是5月11日 我们特意尽快在这里推出 所以先推出 给大家有个心理预备的演变 但之后会如何呢? OK 这就是我们要留意的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说 是一个估计 这么简单 因为是一个 的国预测 是从来没有的 是超乎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 已经 但是这些的准确性 那种的震惊程度 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所以变成我们 可以说是不容忽视了 好了 到这里的时候 在讲感言的时候 我发觉有少少 我们在这一点里面 更加要懂得明白 因为这篇信息 我们会继续讲下去 我们其实在今年里面 换句话说 我们理解了一件事 但这件事会为我们 带来更惊人的结论 而甚至未来日子 我们去看 《星際啟示录》 就更加清楚了 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 我们开始误会了 就是按着Red Bob 他自己的误会 他以为去年和今年 是好像有个奇点 所谓奇点就是 我们去年和今年 有一点的时空 是接叠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在这篇信息 我们慢慢分析的时候 我们随同着 网上很多 留意Red Bob 这些博士 教授 一起研究的时候 我们一起见到 原来去年和今年 不是有个奇点的 接触点 这么简单 原来今年 发生的所有信息 竟然经过这个奇点 透露了给去年 而导致去年 在很多事件中 竟然收到今年的信息 以及可以说 重复今年的信息 而以为去年发生 当然 我们感谢主 因为有一半 真的在去年 所以去年就算 不中 不是全部中 我们也没有失望 但是到了今年的信息 就很可怕了 因为发现 原来去年 不单止 将会成为 Web up 历史性的一年 就是说 Web up 有史以来最准确 而并且 竟然上一年 收到 2014 即是2013 本来收到2013年的信息的时候 竟然收到 一个更清晰的信号 那个信号 竟然是2014 换句话说 上年2013年的时候 收到的时空信息 竟然2014比2013更清楚 因为你留意 今年我们所说 2014的信息 进到 连那个月份 连那个礼拜 名字 地点 进到 加零一 所以 换句话说 就是 原来不是 好像Web up 开始以为 是有一个期点 它扭曲了 现在就发觉 直成是将今年的 全部资讯 和去年黏了 但不止 例如当你听这篇信息 是11日 但我现在分享这个感言 就是5月2日的早上 在这个时候 其实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这几天就是发生 上年一模一样的另一件事 就是 Web up 突然间发现 非常多即时的资讯 导致它 好像在去年的 这个月份 会出现 上年做了什么 特别的事 就是即时情报报告 其实就是在这几天 Web up 开始了 可以做即时情报报告 就像上年那样 每个礼拜 是出两个绿音带 今年竟然一模一样 所以变成 其实当我分享这篇信息 说到这个感言 甚至现在 5月11日听的时候 其实很明显 有很多关于 全球安线事件有的事 竟然发生在 今年的时空里面 但是 当我说到这篇信息 我们就再进心多一样 可以说令我们大家都很震惊神 所给我们带领 以及将祂在时间当中 前所未有的秘密 揭示给我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记得 我们现在说来说去 都是不断说 2013年1月 2月的时候 时空接叠了 记得吗 2013年1月 刚才说2013年1月 2013年1月 2012年1月之后 2012年1月是什么呢 10月21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2012的信息 就是time wait zero 或者逆经 都说过了2012年12月21日之后 发觉是超频的 发觉他们根本听不到 很多的事情 是撞了 发觉是时间里面 到总之 2012年12月21日之后 发觉所有时间都出现一个 可以说非常 不能够想象的事情 现在我们在刚刚这段时间 发现了有期点 但问题呢 没错了 就正正是过了2012年12月21日之后 就在正正2013年1月 就现在发生我们在说这件事 2014年5月11日 2012荣耀盼网 第222篇的webbot号外篇 日华牧师提到 webbot负责人Cliff Hyde 在2013年3月的录音指出 他发现 他发现由2013年1月开始 webbot的数据出现一种 前所未有的奇怪现象 就是出现时间扭曲现象 而他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似乎是有人将未来的信息 放入2013年里面 直到2014年1月 这种现象再次出现 不单止是Cliff Hyde 甚至网上一些 一直研究webbot的人都发现 未来对2013年的预测 竟然在2014年的同一个时段应验 发现原来2013年和2014年的时空重叠了 出现时间接叠的现象 而日华牧师对这个作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原来无论是马亚年历 或者Terence McKenner 对中国古代易经的研究 所产生的电路方程式 时间波动减数 Time Wave 都指出到了2012年12月21日 时间会出现超频现象 又或称为 时间波归零 Time Wave Zero的现象 就是所有时间都聚合在一点 未来和今天就混集在一起 也好像在1980年代 美国国防部曾经对时间旅行作出研究时 的蒙托克计划 Montauk Project 当时曾经发现到了2012年之后 就不能够再看见什么 时间好像到了一个进头 不能够再前进一样 总括来说 无论是马亚年历 亦经的时间波归零理论 又或者是蒙托克计划都指出 到了2012年12月21日之后 就会出现好像 现今Webwatch所发现的 时间接叠现象 这个正正应验了 马亚年历 和易经所说的超频现象 就在2012年12月21日之后的 2013年1月开始出现了 所以我想你知道 似乎我们很明显是真的进到 我们2012讯息所说的 这个非常时期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 时空接叠是但以理书所说的 最后七年应该出现的时期 我们现时就亲身去经历 明白吗? 但是我们自己所说的讯息 我们真的可以说 是意想不到 我们用这种方法去经历 我们自己所说的讯息 因为这种变化 肯定是历史上前无古人 是从来没有的 是时间结束的时候 我相信神摆在我们当中 让世界结束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感谢主 很明显 我们就是那一群 能够将前所未有的秘密 去解释出来的一群人 这个世界上肯定 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科学 绝对都不足够去解释 将要发生这些事情 但是我相信这一点 接下来 在星济啟熟 我们会更加清楚 更加会帮助我们 理解星济啟熟 神奇在时间当中 最后结束 做了些什么 所以现在很明显 我们现在一步一步 踏入这一年当中 这篇出息 当然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 一件事就是 很明显 到了今天 你们听这篇出息的时候 5月11日 我们一定要警醒吐过 但相对 这篇出息的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 进到2012年 12月21日 之后 所说的 时间的时空 那种扭曲 那种折叠 那种根本没有策度的现象 甚至导致 竟然有13年14年 是重叠了的 以前想都没想过 但我们自己 在你们所听的讯息当中 用了足足两年时间 无花无架 我们自己亲身经历 对吧?大家 但是问题 我想你们知道 很明显 神摆入我们这个身份 我们有这么多这些装备 有这么多这些真知识的装备 我们将会成为 这个时代的弱室 成为秘密的揭示者 是我们唯一一群人 能够将来 对这个世代 对于所有基督徒 去打开这个秘密的一群人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在今年 在这个时刻 更加要警醒 讨告 看看神究竟 有什么在前面 等待我们 去经历 以及让我们 去明白 最后 每一个人 我们跟三个人说 我会警醒 讨告 成为这个秘密的揭示者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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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我们学到任何东西 我们一起欢呼 鼓鼓祝多谢神 感谢主 Amen Amen Ciao